乙君是幾分鐘狂丟了80噸的炸彈 然後其實但你這麼做 你很精準沒錯 你造成33人死亡 會不會有更多無辜的人受害呢 因為你打巴勒斯坦 這些沒有問題啊 就現在呢 打黎巴嫩也不會有問題嗎 不會被怎麼樣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真主黨領袖呢 遇難了嘛 然後呢被說是用美國制的精準導彈 進行的相關的一個打擊 中國大陸外交部說 中國大陸說 中方反對侵犯黎巴嫩的主權行為 譴責一切傷極無辜平民的行動 然後黎巴嫩這邊 包括了伊朗的部分最高領袖 說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那他也說要讓 以色列這樣做法後悔 然後伊朗也有官員也說呢 伊朗要啟動派軍隊 來到了黎巴嫩停 這個包括真主黨等等的 我們簡單算一下 以色列在敘利亞 伊朗黎巴嫩 都進行了他們所謂的軍事行動 對於他們所界定的對手 做了大規模 大規模 不是精準 不是斬首 是大規模的攻擊 那麼在他們來說 因為我可以打擊到我所界定的對手 所以這些大規模的其他的平民死傷 都是附帶的 我覺得這是以色列非常清楚的態度 納坦雅夫在聯合國大會也是這麼說 誰打我 我們就打他 然後我們一定會去殲滅我們所定的敵人 那我們把最近的事情也再看一下 27號以色列殺了納斯拉勒 28號拜登總統就說這是正義之舉 並且美國把真主黨列為恐怖組織 那麼一旦列入恐怖組織的話 大家可能記得在911以後 美國是領導了叫做全球反恐戰爭的 按照全球反恐戰爭 其實過去的20年來 就像當年有那個布列登森林體系一樣 20年來那個全球反恐戰爭 大量的運用了在金融 跟國際貿易上面的各種的制裁 或者是各種的這個限制 作為他們全球反恐的一員 並且因此也改變了全球的銀行 所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我想參選員就特別清楚 就是像什麼反恐 反洗錢 反資恐 還有這一類的什麼這一類的法律 都是每一個國家都要通過 而且它必須要配合 美國在各個地方所建立的區域中心 去做反洗錢 反武貨 就是武器獲得和反資恐 資助恐怖主義這一系列的作為 我們的銀行體系 也是在這樣的管制之下 好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我想對台灣來講 真的是要仔細去想 我們在一年前 講的叫做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那我想請問大家 美國對於以色列這種 無條件 無上限 無下限 沒有底線的絕對支持 會不會給台灣呢 就是今日以色列會是明日台灣嗎 大家應該知道是不會的 當然不會 那麼另外我們在過去 也常常在聽到的是 所謂的日本人說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那麼台灣如果有事的時候 美日會向現在去支持以色列 甚至會把新的航母戰鬥群 在派具那邊去做他各樣的支援 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嗎 大家心知肚明是不會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美國在全世界對以色列的支持 過去在有石油美元的那個年代 他曾經我們都說石油美元是沙特 用石油換安全的一個協定 可是在當時他們就曾經說 他們對美國的承諾是 他一定會有比其他地方 更高階的武器 也就是說他不是parity 不是說我賣給以色列什麼 我就給你沙特什麼 而是我賣給沙特的 一定要比以色列的再低階一點 所以以色列本來就有在這個區域 最精良最高階的戰術武器 那麼也有美國在戰略上面的絕對支持 並且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會有美國的迅速持緣 這樣的一個以色列 怎麼會在乎在聯合國 大家的口頭的任何的聲討 或者是任何口頭的討論呢 因此我覺得我們現在可能真的 會有一個小小的轉折點 就是過去在聯合國 在外交跟安全事務上面 還是美國是絕對的領導地位 哈里斯這次也說 美國在拜登政府中間 有效的讓超過50個國家 去跟著美國走在烏克蘭的事件 可是最近在27號 你看到中國大陸開始 在聯合國的大會的同一時間 去做了全球南方 成立對於烏克蘭 這個危機的和平之友小組 他不是要去取代誰 而是說他必須有一個 另外一個可能的論壇跟討論 那這個可能的論壇的討論 將來會不會有更實質的作用 我們真的要拭目以待 因為看起來西方國家 是不會對以色列 他的任意指哪打哪 要殺誰就殺誰 而完全不顧平民百姓 甚至可以大規模無差別的 用船壺機 用隊長機 去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懾 人民損傷的這些行為 是不會有任何作為的 這個戰爭真的讓全世界 就覺得說以色列這樣打 但是好像也沒一折 來看到拜登 他有說他是正義之舉 你去打黎巴乃是正義之舉 美國完全支持以色列 保護自己 不要受到真主黨哈馬斯 這些組織侵害的權利 那太亞胡就聯大演講的時候 好多人就開始離席了 抗議了 然後他說 納斯拉勒是伊朗邪惡軸心的 主要引擎 他還嗆說誰敢攻擊我們 我們就攻擊回去 警告伊朗等等 但是聯合國也發現說 黎巴嫩境內有大概9萬人 流離失所 王毅就提到了 就是說這個全世界 大家都很揪心 以色列贏了軍事 輸掉政治 以色列贏了占領權 但失掉了世界的尊敬 這是一個以色列 要仔細想清楚一件事情 你面對周邊的那些 弱小的國家 你基本上是用一個國家 在打兩個政黨 因為巴勒斯坦是打哈馬斯 這是一個政黨 法塔河並沒有參加 你是打真主黨 而黎巴嫩的其他的政黨 並沒有參加 比如說長江黨等等 沒有參加 這什麼意思 你以國家之力來打政黨 你每一黨一個都可以說出 一個很漂亮的言詞 比如說 你要懲罰哈馬斯 可是你過度啦 因為你把很多的難民 婦女小孩都殺了 這種叫無差別攻擊 不能被接受 你在以色列 打這個真主黨 大家也不會說你什麼 你幹嘛去用呼叫器 來作為無差別的攻擊 因為現在證明 這些呼叫器有45% 左右流到民間去 不是全部真主黨的人 所以你針對真主黨 很針對我們大家沒話講 因為是軍人對軍人嘛 可是你把很多的老百姓 給拖進來 你只簡單告訴大家走而已 這個以你以色列 有美國這麼龐大的裁員 來支持 你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你沒有做得更好 你失去全世界對你的尊敬 這個就是你未來要付出的代價 因為你現在是沒有跟任何 稍微比較大的國家有衝突 如果哪一天你跟土耳其 有矛盾的話 整個局面就會翻轉 因為土耳其不是省油的燈 那土耳其現在的總統 埃爾多巴安娃 就整天只出一張嘴 他也實在是做不了什麼事 我們也沒有讓他做什麼事 因為土耳其畢竟不是阿拉伯人 其他的阿拉伯國家也都是 能眼旁觀 才有今天的結果 中國在外交上 極力的給阿拉伯的這些人支持 然後在實際上 給很多人道上的援助 但是沒有安理會通過 中國也沒有半導派任的部隊 去介入 那安理會只要有一票反對 向美國反對 你要派維和部隊 去阻止以色列戰爭 就做不到的這些事情 而且維和部隊 有他特定的任務 比如在中國大陸 在黎巴仁 我們只有三四百人的維和部隊 那個維和部隊所給的功能 不是要去抵擋以色列 不包括在這裡面 那大家都遵守聯合國憲章 中國也只能 這個看著你而有高度的 這個乏力感 但是有道德的聲音 總是以色列你要去正視 現在不會發生 但未來也會陸陸性 累積的能量出來 那聯合國大會裡面 大家不聽你演講 就已經是很高的警訊 以色列的目標 是要在黎巴仁開拓出 一個30公里的 所謂的緩衝安全區 但是你是很精準的 掌握的這個真主黨 因為幾乎真主黨的動向 全部被以色列掌握 這個已經到了一個 不可思議的 那你真主黨在這裡情報 都沒做好 那這個也怪不了別人 也怪不了別人 但是哈馬斯的事情 他就 以色列是認為說 他已經有足夠力量 清除哈馬斯了 但是接下來 大家只要觀望 看著你以色列 怎麼去處理 你因為軍事行動 所打下來的土地 你要怎麼去解決 因為黎巴仁的土地 不可能讓你派人佔領 對啊 然後這個 巴仁沙你要用什麼方式 來進行統治 你要否決聯合國的兩國論 你目前有美國撐腰 也許做得到 但是如果你沒有認真去思考兩國論 你以色列 未來的長途漫漫 還是真的不太好走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教堂 散 哀応 嗲 嗲 哲 哲 哲